11月28日周二A股的收平 这个北交所呀 这个北正指数呢 跟主板指数形成了明显的翘翘板 这个这种效应 它一涨上证这边就跌 它一跌上证就涨 今天的全天的这种走势呢 正好是翘翘板的效应 那么今天上证指数 在昨天探那个低点之后 那么今天出现的这种震荡的爬升 是不是低点已经探明了 后面要重拾声势了 还是说仅仅是一个反抽呢 我们今天主要来探讨这个问题 先看一看全天的盘面的表现 实际今天可圈可点的呢 就是这个北上资金是流入是不少的 流入了28个亿 一度是流出的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上证这边上海这边一直是流入的 流出的呢一直是深圳的 现在我们看这20多亿当中 主要是在上证这边流入的 深圳呢也就几个亿啊 这是一个好现象啊 那么今天上涨这些板块 流入到哪个板块当中 会是医药和医疗吗 还是说午后起稳的什么 像宁王啊茅台等等 这些大品种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这个事情 看见就是大家伙动 然后医药和医疗动了 这是支撑今天指数的主要的力量啊 再有呢今天上涨的个股始终是处于 始终是处于黄线在上 始终是多数的 到北盘的时候上涨的个股达到了3700多只啊 只不过呢北正一见闻呢 上涨超过5%的个股是大幅减少 只有100多只 只有100多只 那么下跌的股票虽然也有140多只 但是下跌超过5%的也挺多呀 达到了180多只 多数都是在北交所那边的下跌多的 所以说呢 我建议最近大家就不要太看北交所 就拿它当一个反向指标看就可以了 资金它有分流的作用 毕竟昨天它也成交了300多个亿啊 这个数字也不小啊 总体上今天这种盘面的表现就是这样啊 在医药和医疗医疗机械等等呢 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 其他的品种呢 像汽车呢 部分的汽车 汽车零部件维持了这样的一个强势 行业板块 汽车零部件 汽车整车 电源设备等等啊 风电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啊 下跌的当中呢 看房地产呢 什么银行啊 保险呢 还是在生涯 农业今天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就是这板块是轮动的够快的了 是不是 汽车好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 不过汽车 我估计今天就有一定分化的程度了 明天可能还会进入到分化 但是关于汽车呢 汽车零部件这个方向 我想重点要说的几句 就是说 汽车零部件这个板块 应该是今年后半的时间 包括明年的上面 应该是出牛股的这样一个板块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来具体进入到指数的分析啊 首先看一看上证指数 上面指数今天是小幅还红了 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几个指数当中 创业版指数是涨幅是最多的 但是呢 超过1%的都没有 是不是 创业版50呢 涨的最多啊 科创版50也有一定的程度的涨幅 不过呢 涨幅力度十分有限 如果说根据这个力度上看 就是这个地方已经低点已经探明了 就3015这个低点已经探明了 有些牵强 另外呢我们看看日线上啊 日线上呢 这个地方你看 今天的最高价呢是3039 那么昨天的最高价呢是3038 也只不过就是比昨天的那个稍稍高 那么一点点 但是今天你要知道 探了一下这个低点 基本上还是一个运线 这种运线呢 实际没有任何指导性的意义的啊 所以说现在呢 完全说这个3015这个低点探明了 有点不太不太准确 应该是这个低点 能不能探明还在观察当中 我们要继续观察 看一下30分钟走势图 这个呢我们画了几个线啊 画了几个线 大家看 也就是刚刚回到这个中轨 也就是3033 其实这两个低点 上方这么一点点啊 实际还没有进入到主要的这个区间以内 所以说呢 另外呢 这反弹用了这么多个周期 大家看30分钟用了一个十多个周期 还没有这段反弹这个周期呢 涨幅大 所以说判断这就是一个弱反弹 另外30分钟指标还在零楼下方 如果要是明天看一看 这些权重能不能真真正正的加把力气 我们发现呢 午后呢 像白酒呢 基本就翻红了 券商也差不多 基本也就翻红了 那么再来看他们明天能不能发力 如果他们能够顺势发力的话 这个地方最起码得要站到这颗高点 3060的上方去 才能说趋势的反转 否则的话 这些东西要不动 还是会向下打的 打就要注意下方的支撑 我对上证指数的判断呢 应该是 今天这个成交量是萎缩的还是 应该是今天这个是一个抵抗式的东西啊 那么完全说它完全起稳了 这个还不充分啊 所以说我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那么这里面什么样的策略呢 我们一会会说 这里面呢 我们要说说这个上证五零指数 实际呢 今天只要收在了2369的下方 盘中收盘价已经低于这了 就是这个收盘价低于这点 形成日线级别的动画 现在就没有了 但这个地方能不能做双比啊 也就是上证五零指数调整的已经非常充分了 护申300已经非常充分了 创业版五零已经非常充分了 科创版五零也相对充分 是不是 相对充分 但估计好像怎么好 有可能还有一颗阴线 这种概率也是存在的 只是中证五百和中证一千呢 调整的平均股价调整的不是那么太充分 也就是说什么呢 带指数的品种呢 调整的比较充分 不带指数的东西 个股呢实际没怎么调 只是调了一小段 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来了啊 实际个股呢 跟指数的走势 关联性不是那么太强了 也就是说后边呢 可能是指数稳一稳 个股呢还会整理整理 然后呢形成一致之后 才能形成共振的合力 才能向上一个推称啊 从几个指数综合分析来看呢 有些板块呢 已经调整进入到末端了 你包括今天启动的医药和医疗 医疗机械等等啊 这段时间的调整就比较充分 那么从事生市的概率 就是比较大的 其他的呢 不明显 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 另外尾盘呢 有移动的像电力啊 钢铁啊 都有一定的移动 这样的板块啊 有一定的资金进场 这种迹象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北上资金呢 主要是在主板进的 你看电力啊 跟钢铁都是主板的品种啊 那么在这方面呢 大家要引起一定的注意 如果他们轮动起来之后呢 那么这个指数可能就好看一些 也就是说什么呢 大家不要太在意指数这样的走势 你比如说上的指数现在在 3038附近 那么离3000点还有多大距离 不过就是1%吗 是不是啊 我判断它即使是向下探 这个空间也十分有限啊 那么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策略是这样的 这里面只要是有动的板块 我认为只要是起稳的板块 大家就可以动手了 就不要太看指数了 是吧 只要做出一个小周期的底部结构 这样的东西都通通就可以了啊 大家多关注我们的盘中的直播啊 谢谢大家啊 今天就到这儿